委员好 他对于银行所能提供的各种的信贷 他是没有办法 就没有这个accessibility是碰触不到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他所在的区域是属于偏乡地区 并没有我们在法规上所认定的这些金融机构的存在 那对于原住民族来讲 其实很多都是属于这两种 那这些弱势的族群长期以来 也都依赖储蓄互助社的一个机制 那在我们国家法律上通过了储蓄互助法以来 当初是有授权给内政部来做相关的后续的 包括这个转存余裕资金转存的相关的规范 但是至今这个办法并没有出来 但是我要请教的就是 因为目前所使用储蓄互助社这样的一个金融服务的族群里面 还是以原住民族为多数 尤其是我们花东地区所参与的人数比例非常的高 那所以我要了解我们原民会有什么样的机制 可以让我们储蓄互助社的体制能够更为健全 那包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余裕资金的转存的问题 包括各社他人事的健全 包括服务的健全 那包括各项法规的一个事法性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我看你们今天所提出的这个书面报告里面 大致也是有提到储蓄互助社的所扮演在原住民族族群里面的一个重要性 但是你们同时又提到你们正在立法推动原住民族互助银行条例 所以我首先要请教的就是第一个你能不能够告诉我们 储蓄互助社未来在原住民族的基层弱势的金融借贷体系里面 他所扮演你们期待的角色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你们要推动这个互助银行条例里面 这个互助银行跟传统的储蓄互助社它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谢谢委员的指教 首先就如同委员所提到就是储蓄互助社 从52年起开始在原住民的各部落有金融的服务 但是它的服务面向因为是比较额度比较少 所以一般都可以就是很快的立即性的提供原住民家庭的一些困境 特别这几年当中原民会也跟这个储蓄互助社 因为原住民也有原住民的储蓄互助社 那我们也特别就是跟他们做结合 除了这个一般的生活周转金的贷款以外 我们还有新增的那个青年创业 我们甚至还有协助就是原住民成立的储蓄互助社 有一个开办费还有设备费以及行政人员的一些行政的補助 所以这些对原住民族的小额的困境的一些生活的周转金 学生贷款等这些服务你们目前都是透过除去互助社的合作 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执行的合作对象吗 是没有错 刚刚委员的指教里面特别提到 我们最近确实针对我们小英总统所提的互助银行条例 我们正在研领这个立法 那我们预定在今年的12月底以前会完成这个草案 明年2月到6月期间呢 我们会征询各部会的一个协商跟各界的征询的意见 那预定在10月的时候送行政院来做审查 那这个互助银行跟现有的储蓄互助社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想这个部分 它是取代储蓄互助社吗 还是在既有的基础司上 在给它更多在事法上的一个执行的空间 或者是有其他的资源能够来引进呢 它的关联是什么 是委员您所担忧的这个银行会不会将来会取代储蓄互助社 我想是不至于 但是因为储蓄互助社长期已经在部落里面 所以它不会那么轻易被取代 但是它的精神 我们也引用它的精神 那会不会有跌床嫁屋的问题 这个储蓄互助社 那你们又做互助银行 我请委员 是不是请我的清发处的处长 你们是不是这个相关你们现在的规划的方向 有一些具体的方向 那它跟既有在各部落已经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基层的平民银行 或基层的金融体系之间的这个关联是什么 那会不会有跌床嫁屋或者是资源重叠的问题 那会不会有或者是说要以既有的基础再去做更多的发挥 提供更好的服务 到底这个静和关系是什么 那是不是能够用更完整的书面资料来提供给我们 那另外就你们现有在预算上去支援相关开办以及人力上面的行政上面的协助 还有你们目前透过这些除去互助社已经在进行的这些急难救助贷款 生活周转贷款学生信贷等等的这些原住民族的服务 目前预算的编列跟使用的方式也一并书面资料提供给我们好吗 好的 谢谢委员 好谢谢 接下来请主委请今晚会的李主委 李主委请 小委员你好 主委我上次来请教您的时候 以及我们今天刚也听原明会来说明 也就是除去互助社在整个普惠金融的体系里面 事实上数十年来已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 提供给弱势基层金融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于小额的贷款甚至是小额的保险 那在急难救助方面的协助 避免这些弱势族群又陷入非法的地下钱庄的这些困境当中 那这样子的机制的完善 以及制度的健全 应该是我们国家金融相关主管机关 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虽然除去互助社目前的主管机关在内政部 而且我要附带一提 我对今天内政部的报告我非常的不满 内政部分明是主管机关 而普惠金融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弱势族群对原住民族金融服务的一个关键 就是这些除去互助社 那既然是主管机关 对于未来制度的健全 没有提到一句话的报告跟说明 这个是内政部的部分 但是我现在要请教的是 就你金管会可以主管的部分 也就是我上次有跟主委建议 是不是能够让我们既有的银行跟金融机构 在接纳除去互助社余裕资金 转存存款的额度 能够有上限放宽的空间 那如果是有上限愿意来放宽 而不是只是为力仕途的这些银行 愿意来执行来协助的这些金融机构 能够纳入社会企业责任的评比 我上次提供给主委的建议 但是今天在你们提到普惠金融的报告里面 却也对这样的一个建议没有任何的回应 我也非常的失望 主委您现在的态度是什么 这样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报告内因为报告时间有限 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一点我抱歉 不过你关心的这个像 华人的这个付资会的问题 我跟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这华人第二信用合作所 业力吸收他们的存款 而且是用比一般银行优惠的存款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 这么一个合作所都有 善尽这样企业的社会责任 那我们应该给他鼓励 应该给他表扬 这一点我们会请内政部来表扬他 那我想对于花莲二姓 愿意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社会责任 我们非常的乐见 我们听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应 也非常的高兴 但是除了内政部的表扬之外 我们财政部对于所属的这些 所主管的金融机构 其实过去也有对企业社会责任的 一些基本的要求 那我们能够提供除了表扬之外的什么样的誘因 让更多的金融机构能够比照这么好 这么优等的二姓 来提供更好的普惠金融服务 事实上在比较偏连地区 当然包括花莲地区 过去一年来我们已经准了这个40家去设它的据点 当然全国各地啦 那其中有26家是银行 有14家是新任合作社 那这个也是我们继续要推的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 包括目前奖励的措施已经有了 我们来提更积极的措施 用行政奖励方式来鼓励 能够兼顾到社会特别弱势的这些族群 它的金融上的需求 以及体制的健全 早日来促成相关体制的健全 以及营运的正常化 那消炎的起始 和我们的政策方向是一致的 好谢谢 好谢谢消炎委员 向委员会